在一条被阴霾笼罩的公路上 一辆皮卡的左前轮毫无预兆地突然脱落 轮子静止跑到了旁边的车道上 瞬间就将一辆轿车抛向空中 然后四脚朝天掉在地上 轿车在翻滚中停了下来 但那个轮子又莫名其妙追上来 不偏不倚地砸重车屁股 有网友对此好奇 想知道轿车为什么能跳起三米多高 并前滚翻落地 而肇事轮胎又为何能及时地补上一脚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一段偏僻的公路上 只见一辆货车左前轮歪歪扭扭地在路上行驶 原来是左前悬挂的轴头罗姆已经松脱 轮子摇摇欲坠随时就会掉出来 这时司机发现后方有辆轿车要超车 于是轻微打方向给后车让路 果不其然罗姆掉了 轮子顺利地横向移出 跑到了旁边的车道 并不断减速向后退去 恰好后面的轿车正踩下地板油超车 和扑面而来的轮子迎头相撞 这个瞬间如果我们放慢镜头 会发现当轮子已较大速度撞击保险杠时 并不会被顶出去 而是将塑料壳子撞裂 并继续撞击里面的防撞钢梁 轮胎撞击钢梁后 被突然推动向前加速的过程 使胎面受到钢梁的强烈挤压 该压力不仅推动轮胎向前滚动 还使钢梁和胎面之间产生了很强的摩擦力 导致胎面向前旋转时不能相对钢梁滑动 只能通过接触点的摩擦力切拉钢梁沿切线运动 因此轮胎被防撞钢梁向前推动时 胎面会同时受到地面和钢梁的摩擦力约束 只能一边在地面上滚动 一边又在钢梁和后面的底盘上滚动 因此轮胎变成了撑杆 在滚动中靠摩擦力不断拖拽底盘向前上方运动 将车头抬起 由于轿车脑袋较重 车头抬升时 靠前的重心也会跟着大幅升高 只要重心抬升速度足够快 轿车就同时具有了较大的向前和向上的速度 于是向前上方抛出 但显然轮胎并没有顶在底盘的中轴线上 而是偏左一些 造成底盘所受到的胎面压力作用在车辆重心左侧 使车身在抛出时 还被压力推动绕重心向右倾斜 而汽车底盘在离开胎面时 两个后轮尚未离地 后悬挂由于继续受到地面的支持力 又推动车身绕重心向前翻滚 如此一来 腾空的车身便保持了向右和向前滚转的角速度 于是在空中来了个前侧滚翻 不仅肚皮朝天还横了过来 眼看车身腾空而起 造势的轮胎却并没有消停 由于撞击发生后 轮子受到摩擦力限制只能在底盘上滚动 导致前进速度突然变慢 相对轿车后退 车身飞起后 轮胎便维持这一较慢速度继续滚动 于是被越甩越远 等到轿车落地翻滚半圈停下来 这个轮子才终于劈颠地赶了上来 再次相撞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轴头罗姆脱落轮子掉下来 虽然比较可怕 但悬挂的残肢还会继续撑在地上 因此握紧方向盘并松开油门和刹车 保持直线滑行直到停下来 就会有惊无险且受人膜拜 而那些其余检查轴头罗姆 却心存侥幸不计安全带的人 反而有很大概率会有险无惊地挂掉 最后 惊通了